中文字幕——YK 现在我是一个重庆的媳妇 欢迎大家来到重庆醉火锅 您讲出这个故事就意味着 可能全国很多观众就都了解您的过去了 您想好了吗 想好了 想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组织人杨帆 挑战无处不在 卫梦越战越有 本栏目由不止保鲜 更能养鲜的荣生冰箱 独家灌鸣播出 荣生冰箱质量保证 欢迎电视机前所有爱唱歌的朋友 登上我们的舞台进行挑战 只要您站上我们的舞台 您就将会获得价值5000元的奖品 如果你能够站到最后拿走那支银化筒 你将会获得由荣生冰箱提供的价值2万元的奖品 期待今天所有登台挑战的选手 在舞台上都能够圆梦成功 现在我宣布越战越勇 为梦畅想 挑战开始 掌声有请一号选手 韩月娇 韩大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评委老师好 我今天来自三西临粉 我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越战越勇 感到比在电视上看着特别的漂亮 韩姐您今年多大年纪 我今年56岁 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在世界500强 没看出来啊 世界500强的公司 哪家公司啊那是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 是在那个联想总部 后来跳槽跳到百度总部 现在在泰康人寿总部 没看出来啊大姐 您今天上台 您太低调了 您这穿的 根本就没看出来 因为您这个年纪 我看你是一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判断力 就是人生最旺盛 最巅峰的时候 您应该是个小主管之类的吧 您手底下得管个十来个人吧 上上下下都属于我管 我这就这样蒙大姐 这个咱是这个越战越勇啊 唱歌大会 咱不是吹牛大会 不是所有人都归您管 都归我管 大姐 您不知道我的身世 我特别不容易 我每期节目在这录啊 录节目一站就站五个小时 为什么这节目叫越战越勇呢 就是心疼我这个腿起那边 我也站不动了 我也想改改行了 大姐我看你也是个面扇的人 你要不带我一起走吧 但是你这个 啥意思 太瘦了不行 不是你那是保隐公司呢 还是搬家公司 跟胖瘦有什么关系 那不行 今天就跟你正审面试一下 今天就可以面试了 我这还没发简历呢 那就得把我们的道具拿上来 你试一试 面试还有道具 对啊 可能是一些那个特殊工作 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的 是吧 怪不得上上下 大厦所有人都归您管 所有那桌底您都擦是吧 对对对 有保隐部门的 明白了 但是也毫不隐瞒 我这方面的专项技能 大姐这个擦地 这活我是经常干的 好吧 大姐我一会儿再慢慢擦 咱先访谈 但虽然说 是在这个五百项工作 做保隐工作 但能站上这个舞台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有面试的 但也是要筛选的 但我们不考拖地 对吧 我们的导演面试很严格 说明您唱歌一定唱得不错 您之前是不是 在工作之余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啊 对 我平常吧 就爱唱 然后就是不懂音乐 也不识谱子 就是跟着原唱 就是这样嚎上去的 然后就是 嚎上去的 每天早上吧 四五点钟我就起床来 这为了练歌嘛 就喜欢唱 到了北京吧 就疯狂地唱 有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 特别逗 然后我搭上耳机以后 然后我就自己去唱上来 唱了几句以后 人家公交车上 人就提醒我说 嗨 你别唱了 我们宝站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都听不见了 所以这样说我 就您的声音太大了 对 声音太大了 都超过快音器了都 然后到了单位以后 提前半个小时 在树林里 先练半个小时 再去上班 也就是五百强的同事们 都是迎着您的歌声 踏入写字楼的 对 他们听了以后 挺高兴的 他说 咱们大卫来了一个明星 唱歌唱得真好 我说 我有名没有心 我就是一个保洁 只要你给我一个舞台 我就可以上 就这样特别地疯狂 就是爱唱 所以大姐 我送您两个字 您是属于歌痴 对 对吧 特别痴迷 生活当中不能没有歌 不能没有音乐 您有一个 跟您有共同爱好的 这是我们的舞痴 方琼 主攻广场舞方向 我这要跟韩大姐一比 我差远了 我差远了 世界五百强 我一家都没去过 我觉得好惭愧啊 下次我领你去 这真的呀 太好了 谢谢 你还乐呢 领你去 让你帮她干活 刚才听您在讲的时候 我就说 韩大姐 您平时在这个单位 肯定人缘特别好 因为只要您一出现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现场的 这个氛围特别好 就是您特别有感染力 无论你在说话的时候 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包括我都相信 您在唱歌的时候 一定特别有激情 谢谢 是吧 我就是通过 这么简单的一个聊天 您就能带给我们 不一样的这种感染力 而且我觉得 韩大姐 其实我们就在 简单的聊天当中 我就觉得 您是一个 首先特别认真的人 干活就是好好干活 该唱歌的时候 绝不在工作的时候 去打扰别人 干自己的私事 所以我觉得 您真是我们 年轻人的榜样 我们得向您学习 我很期待您 在这个舞台上 给我们带来 好听的歌曲 谢谢 谢谢方球 那韩大姐 把这里当成你们 五百强楼下的 小树林 把现场所有的观众 我们的评委 就当成公园里 六弯的老头老太监 这样放松心态就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开始你的表演 掌声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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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突然明白了 这队有点小了 您将就一下 好不好 不小 不小 真好 那现在您是泪主 请您到泪主区 加油 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二号选手 掌声有请 王永军 您好 欢迎来 欢迎来到 王大哥 欢迎来到 我先让你开车的 我先让你开车的 王大哥 开车的 你以前好像是开车的 是吧 对 我是开那个出租车 最早的 开了多少年车 从94年一直开到99年 有七年的时间 六七年的时间 这个开出租的 王大哥 转行做饭店的老板 他也有一个不太 不得已的理由和过往 当然我其实挺佩服您的勇气的 因为今天您站上我们的舞台 您讲出这个故事 就意味着 可能全国很多观众 就都了解您的过去了 您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那个时候二十多岁 也就是说因为是交友不慎吧 结交了社会上一些不良的朋友 在一起 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 哥们义气吧 经常打架 聚中斗或者赌博 最终伤了人 被投入到监狱改造 判刑十四年 所以当时给您定罪是 故意伤害的 是伤害的 伤害的 判刑十四年 是啊 在孩子需要父亲 需要爸爸 这个合乎的情况下 就是不得已的要离开 是啊 尤其焦虑 痛苦 想想自己的 心情这么长 晚上做梦 也经常梦到 自己的妻子和顶着年幼的儿子 吃不上 就是在街上流浪 那时候就把被子蒙住头 只有哭 偷偷地 只有偷偷地哭 曾经一开始的时候 也自杀过 那时候没有勇气 面对那个现实 没有勇气 也就是说 这个性气这么长 对于自己 对未来都是很迷茫 再说 也有点自卑 回去之后 如何面对 家人 或者说 社会的人 当时那种心情吧 也就是说 非常复杂的一种心情 很痛苦 其实复刑人员的精神状况 他的自我 这个情绪上的调节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要来自于家庭的态度 那个时候 你的家人是选择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 可能会直接决定 你未来的选择 这是今天我最想说的 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 从我出了事之后 我的家人也对我是不离不弃 在鼓励我 安慰我 有时候 那时候我曾经刚进去的时候 我为了 坚持自己的这种 思想保护那种痛哭 我也曾经劝着我妻子 就说 让他找个依靠 我心情这么长 我你再找一个 有个依靠 或许我心里 会更好受一些 但是我妻子 就是依然 坚持在等着我 就说 你放心吧 他说 再难再哭 我也会 抚养着两个孩子 等你回来 我 他当时受的那种 我可以可想而知 也正是由于 家人的这种 不离不弃的 对我的这种 孤立吧 在那边我也决心 好好地改变自己 挺改前非 是 后来我也 也常常思考 怎么去改变自己呢 怎么提高自己啊 我就想到了 我就想到了 就是说 通过 学习 因为我从小 重重愿意吧 也就是说 从我从初中而年级 就辍学了 就是文化笛子很爆 那时候我就想多读点书 重拾一下自己 至少或许对自己有帮助 至少他这样 当时的我 不会在看书的时候 不会去胡思乱想 我就给家人说 来的时候 我想先学学英语 学英语 那么我自己就安排课程 我感觉我这一天 有多少空线事件 我就给在上校学上 做个课程标 我一天这一课 我学到哪里 我先学单词 音标 然后再这个记忆 那是有老师吗 还是就完全自学 就是靠自己摸索 自学 这样我用了四年的时间 我学完了 从初中到高中的 全部课程 那时候备课味 自己 当时的脑子胆词量 也有将近一晚 我当时那时候 能看一些 原著的英文小说 已经能看英文的 原著的小说 在那边 这个劳动很辛苦 每天还要加班 晚上灰切都要把电多 那么 什么时间学习呢 我就给监区领导 乃至监狱领导 就写那种神情 我说我需要事件 我 因为当时里边 都是军事网管理 他到习等好之后 不需任意 不能再点灯了 宿舍的时候没有灯光 只有走浪里 有昏暗的灯光 这样监狱领导 就特批我 因为我的事 他们也都穿开 知道我考试 盈狱我过四级 包括什么子学考 通过监狱领导 特批 我是习等好之后 唯一 全监狱当时有好几千人 唯一的一名 晚上能在走浪里 看书的一个人 其实说到这儿 我还挺感动的 也说明我们这个监狱 领导也是非常的人性化的管理 是 而且你看你一个人 在这个走廊里面看书 也给其他的复兴人员 起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的作用 据说当时也掀起了读书热 因为在里面吧 它是孤立复兴人员 去学习去 学习的 我也保考了这个子学考试 承认子学考试 报的是山东大学理事系 当时考过了 达到了本科的协力 是 当时我被连续几年都评为 这个监狱的学习标兵 这个学习标兵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一次性给你20分 减三个月 我每年都拿 这是监狱的 也就是说为了鼓励其他的人 也怎么 所以说我这14年 其实我只用了8年多的时间 我又回来了 回到了社会 我捡了将近6年 当然这个时间是您靠自己争取来的 那时候的信念 为什么这个动力 劳动那么累 有时候 真的这干下一天回来 非常的累 也就是靠什么去坚持呢 就是靠感觉到家人 我这样了还都在不离不弃的 在没有抛弃我 我一定要重新证明自己 只有自己提高了 或许才有机会去证明自己 回报他们 我当时的信念就是这样 其实改造的目的也是这样 那孩子呢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你刚才讲了 你进监狱的时候 可能正是孩子需要父亲的一个年纪 会经常见到孩子吗 没有 我不愿意给孩子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父亲 穿着秋服 拖着光头 我感觉到对于他们来说的成长 或许是一个障碍 我是09年回来 我是到了07年 我的孩子 那时候大孩子都快结婚了 二孩子都考上大学了 他们坚持要求去看我 我那时 七年之后第一次看到孩子 当时也就是说 我那个腿都发抖 我心跳 那种心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既期待又紧张 那种自责 那种喜悦 很交织在 也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心情 这是对你最大的惩罚 就是当你进去之前 他们还是孩子 对 当今天再见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成人了 因为在里面会见的时间 一般都是40分钟 40分钟呢 也就是说 我见到孩子之后 这40分钟 那个眼泪就没有止住过 哭了40分钟 一直掉泪 但是好在孩子都很出息 这是你最欣慰的 非常欣慰的一个事 大孩子的工作也特别好 二孩子也是青岛大学毕业的 成绩也很优秀 所以这是你比较欣慰的地方 十四年的刑期 八年多的时间 就可以出去了 迎接你崭新的生活 那一天走出监狱的时候 家人都有来接你吧 是的 家人全都在外面等着我 当时看到他们的那一刻 哎呀 这呢 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家人给我买了一套 比较很像样的名牌子的衣服 花了好几千 我就说 买这么好的衣服 干什么 我都说 家里这么困难 家里人都说 希望有一个好的开始 也就是说 体体面面 我们要体面地出来 你不要自卑 也不要都在劝我 安慰我 最后呢 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 在家里 提前就准备了一桌好饭 这是我世哥 七八年之后 第一次 吃的家里的 又一次饭 当时我记得那次饭 是含着泪 要往嘴里去 饭要往嘴里去 那种滋味 哎呀 感觉到 哎呀 真的用盐 要好好珍惜 对吧 其实好多人就是不懂珍惜 因为这就是我们以前 最普通的生活 最正常的生活 当然有时候失去过 才能知道 珍惜和拥有 对吧 那后来 这个你比如说 选择新的人生 你会有很多种的 就业方式 为什么最终选择的是 落脚在开一家 属于自己的小餐厅 开这个餐馆 它比较 靠谱一些 就是说 民意十五一天嘛 它比较 投资也不成大 大楼你可以 有钱楼可以开大的 钱少的时候 你可以开小一点的 但是干什么 你不能外行不行啊 后来我又 拎着 我起子 我就说 咱们先往这个饭店里 一大工去 咱先学学 他们是怎么做的 也就是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吧 我感觉到 明白的差不多了 然后 我就租了一个萌兔 东品习促了八万块钱 因为卖设备 卖这些残局 像炉子 桌子 桌一般等 制作菜铺 一系列的事吧 他就像没想到这个店 一开 生意 真不错 就成功了 经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就把这八万块钱 都全部还清了 第二年 我挣了有二三十万块钱 就是我的积蓄了 我就把老家的那个 因为先住了这么多年 人家房子都盖成新里了 我那还是停止在 九九九十年代那时候 我又都 盖了新房 花了三十万块钱 又反改一新 最后的纪念 随着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挣钱越来越多 我又帮助儿子 买房子 给他们结婚 成家 现在两个儿子 也全都结婚了 我自己也买了楼房 也 恭喜你 谢谢王大哥 对我们的推荐 法律的宣判 绝对不仅仅是 为了惩罚一个人 我相信他就是为了 要改变一个人 王大哥在狱中的 这八年多的时间 你也会 很清晰地感受到 过去的那个 王永军不在了 这是一个 焕然一新的 全新的 人生 所以希望 你能够珍惜幸福 其实幸福并没有走远 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只是可能 有的人不懂得珍惜 或者过去的我们 不懂得珍惜 希望你能够珍惜 今后的生活 珍惜你眼前的人 谢谢 舞台留给你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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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勇军大哥的这首《最真的梦》 这首歌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我也听了很多很多遍了 但是今天听您的这首歌 我觉得您给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生命 是漫长的那个岁月里面 提攒下来的一种力量 所以你唱的这首歌感动了我 而唱得如此之好 很有味道 所以我把反对票投给 韩月娇 王大哥的这个经历也是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平凡 唱这首歌曲也能够感受到 你的一份内心的这种挣扎 对人生的一种感悟 那我觉得韩大姐她的声音 真的是天生的 有这样的一个爆发力 而且她对这个歌曲的演绎 也是非常的成功 也是很不好唱的一首歌曲 所以我要把这个支持票 要投给韩大姐 把反对票很遗憾地 投给王大哥 也希望你继续加油 其实我觉得两位都已经是 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 那从我个人的审美来说 可能我会更加地 喜欢大姐的那个状态 演唱歌曲的状态 那所以我今天这个反对票 要投给王大哥 但是呢 我希望王大哥 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上 都能够越来越好 韩大姐 您好 您的那个演唱啊 特别地生动 很原生态的演唱 又非常的热情 你的热情也感染了大家 但是我听了王大哥的演唱 我觉得你的演唱 更打动了我 因为您的演唱 是用自己的真情 用自己的可能的一些经历吧 感染我 更打动我 希望你越战越勇 生活越来越好 抱歉 韩大姐 我们今天两位在这个舞台上 在演唱的时候 真的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你们真实的自己 两个人的歌声 都非常的打动我们 那么我想做出我的选择 我希望王大哥 能够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 因为我们说王大哥的故事 可能能够给很多人 带来更多的信心 为我们树立一些榜样 当然 韩大姐 您也非常棒 所以不好意思 我把我的这个反对票 投给您 抱歉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我宣布 王勇军挑战成功 我们所有人的希望 韩大姐 您一定要把歌坚持在这 希望您继续加油 本栏目 由不止保鲜 更能养鲜的 荣生冰箱 独家过敏播出 荣生冰箱 质量保证 如果你能够站到最后 拿走那只银化筒 您将会获得 价值两万元的奖品 挑战继续 这里是越战越勇 为梦畅想 我不知道细心的评委 和观众有没有发现 此刻的我站在舞台上主持 略面有一些抢眼欢笑 刚刚在登台的时候 我用手机浏览了一下 社交媒体 有好多网友给我的评价是 这个主持人 主持水平还可以 就是主持的时候 形象上差了一点 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 极大的讽刺 从小到大 我妈妈都说我长得很帅 但是很多网友说 这个主持人眼睛太小了 当然我看到 接下来登台的 这个选手之后 我这个气 因为他号称自己 是大眼哥 还是东北人 掌声有请来自 长春的大眼哥 徐鸣 方哥好 表演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 大家好 继续的演员已经登场了 你们可以鼓掌了 那是习名习名 你叫大眼哥 气我也就棒 你这太过分了 你戴个墨镜上了 什么意思 怕眼镜一摘了 眼珠子掉出来 对不对 你把眼镜摘下来 我看看 能大到什么程度 我有一个特别好听好玩 大家容易介绍的外号 江湖人称 大眼哥 拜托你面对着我 让我多看一会 我想提升一下自信 谁还说我眼睛小 邓大你眼睛给我看看 谁眼睛小 你也不用特别努力地配合我 然后你眯着眼睛 不用你就正常 其实也没有我大 没好点吗 再使点劲 我已经尽力了 你稍稍睁开点 要不然以为这个主持人水平不行 一问嘉宾睡着了呢 怎么了方琼 你去看什么呢 在那 我今天忘了戴隐形眼镜 我确实看不出来 是睁着呢还是逼着呢 姐你是近视是吧 对 你有点看不清是吧 我觉得这么给你形象的描述一下 你就能找到那感觉 就是那个我们做个面人 就拿针扎俩眼 就是他眼睛 徐苗 那你长这么大 挺不容易的吧 是挺不容易 就好东西基本上吃不着 什么意思 不敢去夹呀 不知道是什么 太夸张了 因为我们都眼睛没小到那个程度吧 就是我们都不能体会 就是你形容一下 就是我们正常人看这个现场 我就告诉你啊 我现在的眼光正面 我能看五个屏位 然后余光 这边观众那边观众 我都能看见 你往中间站一下 你形容一下 现在你看到了什么 就是你现在能看见几个屏位 我现在也能看着五个屏位 但是我灯看不着 看不着灯 就是你们一去电影院的时候 去电影院 你们都看上这3D 4D IMAX 我基本上不去 我一去 我只能看到下面那一条字幕 那还省钱呀 那这小眼睛 这生活当中有苦恼吗 从小到大 刚生下的时候有 可能生这孩子看以后 可能孩子眼睛小 第一天眼睛小 第二天孩子眼睛小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个月半年 这眼睛还是这么小 可能大伙儿村里就觉得 这孩子眼睛是有病 所以说用异样的眼光看咱们 但是也无所谓呀 他们异样的眼光 你又看不到 这主要是我爸我妈 那我可能是受不了这个 我一出门那时候 基本上都是 我妈会给我盖一个丝巾 就是我小学到之前吧 没有一张 我属于我自己的照片 从来没照过相 那么可怜 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 都觉得蛮心酸的对吧 长大一点就好了吧 我觉得可以理解 其实父母们也不想 像我这样 我长大以后 其实还逗过我妈 我说妈 不都说女人怀孕的时候 吃葡萄 孩子眼睛大 你吃没吃葡萄 我妈说咱家那是穷 妈就吃点葡萄干 这事还是赖妈 水果没吃好 现在也没什么 我觉得从长大以后吧 长大以后可能上学的时候 有一些困扰 我觉得我第一次 第一天上小学的时候 我那老师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特别严厉 他喜欢拧我们耳朵 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他说 那学生谁家的 说你几遍了 上课时候总睡觉 上课时候总睡觉 我说老师我没睡觉 我一直在看着你呢 你这孩子 对不起老师误会你了 你这孩子眼睛这么大点 我都以为你睡觉 老五回啊 但是这长大以后呢 这会给你生活带来什么不变吗 还是会 其实到生活中吧 就是大伙能看出来 我虽然是 我从来没有拿我的眼睛小 当做什么缺陷 我自认为 这也算是我的亮点 就是我性格比较开朗 我觉得我什么行业 我都干过 我什么打过工 去干过苦力 开过饭店 其实都不适合我 有一次阴差阳错 跟我一个朋友 去他们 他是去演戏 因为我这小眼睛 那个导演还看中我了 说向最小的给演一个 就是阴差阳错吧 还当了一位演员 当了演员了 对 那就是我 和这些大牌都合作过呢 对 那就是 于震 这是拍乐明 这个是我演 在电视里演的神枪手呢 所以叫什么呢 这叫因祸得福 对不对 光看剧照就能感觉 你是那种很有喜感的人 所以导演一下就发现了 我就总有自己一个最有名吧 我虽然不是一个快乐的缔造者 但是我是快乐的搬运工 我喜欢把快乐笑声传递给大家 那我看着今天台下做的这是 那是我媳妇 媳妇没显眼睛小 没有 那你比如说跟媳妇谈恋爱的时候 那总有进家长的那个环节吧 最开始建家长他爸他妈不同意 然后这小的这一天跟睡不醒似的 以后工作怎么办呢 后来我又 其实我觉得男人不一定管看外表 就是我真诚我善良 我孝顺他爸他妈呀 我对他妈好 他妈后来给他妈打动了 他妈就是醒了 咱们把那个太太也请上来吧 好不好 咱们毕竟这个舞台上还是需要有一些颜值 刘三哥好 大家好 您好 太太很漂亮啊 还行吗 还行吗 太亲戒了 这口音 如果你眼睛也不大的话吧 我能理解 但是你这眼睛那么大 然后你怎么看上徐明的呢 怎么找他了 对 其实安全呢 放心呢 你说我要找一个像杨凡哥这么帅的 那就多操心呢 你说出了我太太的心声 最主要就是说啥呢 其实我老公吧 我俩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就是身边的朋友都认为说 我老公配不上我 其实后来我现在我和老公 我俩在一起 其实是我捡到宝了 其实我老公真的是特别善良 孝顺 而且非常非常有责任心 能找到我老公 其实是我的福气 这要生活下去 这个体会了一段这个婚姻生活 才能发现对方是不是适合自己 对对对 反正我就觉得我老公挺适合我的 而且看这个徐明抱儿子 在家是奶爸吗 对 几乎都是他抱 我做饭他抱 然后那个 他要是那个上班的的话 就交给我 反正只要有时间就帮我带孩子 给爷子俩一个特写 宝贝 你八个月就比你爸眼睛 长得多可爱 但我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问弟妹 这个怀孕的时候 有没有有点担心 你说这孩子 他有遗传呢 当然了 这是我们家二宝 我们家还有一个大宝 就是我是女儿 老大是女儿 最老二是儿子 我当时怀我供应那时候 我特别担心 女儿一般长得像爸爸 对 都说女儿像爸爸 我就特别担心 结果一生出来 我女儿一点都不像 一点都不像的吧 不是 不是 这个 不是 眼睛 杨王哥 眼睛一点都不像的吧 妹妹 你说眼睛不像的 你要说一丁点都不像吗 眼睛一点都不像的吧 然后那个 幸好眼睛不像 但是性格特别像的吧 特别开朗 眼睛小 看不见世间的烦恼 所以人就会变得很快乐 这个快乐的 也会传染 所以你看这个 其实太太上来也很幽默 相信你们家庭 也是欢声笑语 也是幸福一家人 做一个让太太 最幸福的男人 好吧 那接下来从你的表演开始 加油 但爱 这场都非常好啊 也让我们有请和我们当前的累主 掌声有请 王永军 开始这一轮投票 首先有请方琼 刚刚我们一直在听这个徐鸣说自己的故事 就像你刚才说 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担心 林立街坊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真的非常棒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带来一些影视作品 包括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 你可以把更多的欢笑和快乐带给我们 而且我觉得他这首歌演绎的真的非常棒 王大哥 不好意思 我要把反对票投给您了 徐鸣 您好 《拯救》这首歌呢 是孙楠老师的一个作品 难度非常大 特别是高音 非常有爆发力 我觉得你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刚才王永军的演唱呢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内心的表达 用情更深一些 他的情感打动了我 所以我非常抱歉 徐鸣 希望你再接再厉 我把反对票投给你 其实我也知道 今天王大哥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最真的梦》 因为都唱出了王大哥的新声 我觉得真的也非常非常好 那就是如果真的是 必须要评出一个高低的话呢 可能我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 我可能更加地会欣赏徐鸣的演唱 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作品 相对来说会大一些 演唱的难度会大一些 所以王大哥我很遗憾 我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王大哥这首歌 其实我觉得今天你到这里来 更多的是一种释放 是一种把自己的内心的一些 挣扎的部分能够释放出来 这首歌曲也唱得很好 但是的的确确在歌曲的演唱方面 声音方面 徐鸣一看就是 他还是有过训练和有过专业的 这样的一种调整 所以很遗憾 我还是要把这个反对票 要逃给您 当然也希望你的生活越来越好 也希望你越在越有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徐鸣挑战成功 在我人心最低谷 最无助的时候 非常感谢我的亲人 我的父母 我的弟弟妹妹 我的妻子和姑母 一起对我这个家 无私的帮助 对我的挽救 对我的不离不弃 才有了我的今天 又重新活了一次 谢谢王大哥 希望您加油 本栏目由不止保鲜 更能养鲜的荣生冰箱 独家冠名播出 荣生冰箱质量保证 如果你能够站到最后 拿走那只银画桶 您将会获得价值两万元的奖品 这里是越战越勇 为梦畅想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四号选手 朱峰奇 有请 朱大哥你好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来自河南整楼的 今天来到这里很高兴 我今年刘世怡了 我叫朱峰奇 61岁 这应该叫朱叔叔了 我知道今天您是代表一个人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 对吗 是 这个人是我的儿子 又是我的女婿 因为她喜欢唱歌 我确实为她来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方继伟 方继伟 方继伟 她又是您的儿子 又是您的女婿 这是 这个话都长了 因为我丫头25岁的时候 和方继伟他们就认识了 谈恋爱 您对这小伙第一印象怎么样 还可以 后来知道她的家庭情网以后 我是一直反对她 还可以 还反对 因为她家庭不行 和咱正村说应该是 这么顶秦时都是闷当户队嘛 因为她家里没人 哦 家里没人 对 所以这个方继伟 也很可怜 对 命很苦 她跟她叶奶奶长大的 但她叶奶奶都去世了 所以你考虑了 这个家庭背景 最开始您是反对的 对 对 对 确实是反对的 我后来呢 来过家两趟 看这孩子说话 还是可以 小伙人还不错 小伙人还不错 心情很好 后来您就同意了 就要不说同意吧 不关了 一岁那么遍吧 这样 所以后来就登记结婚了 登记结婚都不知道 啊 没告诉您啊 她出事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她们领证 出事的时候 不知道领证 对 08年春节的 就是农历的初三 农历初三 农历初三 初三出了事 初六我接到这个电话 谁打来的电话 国外打过来的 国外打过来的电话 对 古巴 古巴 在古巴打过来的电话 打来一个电话 说丫头 跟房机会她两个 出车祸 他们两个小两口 在古巴出了车祸 出车祸 接到电话那一刻 都懵了吧 不但我懵了 连她妈都懵了 所以您赶快买机票 就要过去对吧 这样我就赶快去 过去直接就去医院了 直接他们就带我到 中正监护室 中正监护室 哎 那个当时那个场景 是很 很不好受的 您见到了 见到了牙头 躺一个窗 房机会躺一个窗 牙头的头 肿起来了 水肿 那么大 房机会是身上 颤的全部是绷带了 都是绷带了 颤的都是绷带 就 都露了两只眼睛 那就是很严重的车祸 是吗 特别严重 在高速公路上 嘴尾到打开车的屁股后 嘴尾了 整个车包废完了 当时这个车祸是谁开的车呢 方机会 那你知道是方机会开的车 你会不会当时很生气 正是他开车 才把你女儿害成这样 是 是有点 有点不过 后来 他警察局说那个情况 我应该感谢他 感谢 当时发生了什么 大哥是在路上听着呢 停到高速公路上 对 他停着了 但是这个路呢 他那个路还不像在那高速公路 很平整的 他这一钢一挖那个高速公路 刚好那个当时 正好有个视线看不见 所以追尾了 对 他当时出现 都要拍那个照片 当时出现了 就是 他追尾的时候是 撞的是左边 右边没撞住 因为他当时开车的时候 他自己撞他自己 把牙都给扔出去 哦 那也就意味着 在出事的那一刹那 因为司机本能的是要 驾驶是要往左拐来保护自己 这是下意识的 对 但是方继伟 在出事的那一刹那 他是把自己甩到了最危险的位置 对 他向右拐 对吗 对 所以他也就保护到了您的女儿 对 所以在ICU里面 重症监护室 您见到女儿其实的伤 要比方继伟要 轻很多 对 那就是后续的时候 女儿恢复的 要比方继伟快很多 快 快 是快 所以两个人 都是在古巴治疗的吗 牙头在那是 二十天 二十多天 在古巴治的 他就是 经过来 会走路 我就叫他先回来 所以二十天之内就 苏醒了 苏醒了 而且可以走路 其实会说话会走路 然后就回国了 好 那方继伟呢 方继伟还不行 那时候还没醒过来 重度昏迷 对 重度昏迷 他都是开路的 现在的头发是 一大部分都是台和金班的 他黑眼 特别 医生的 顶余就是 六个月的生命延续率 死亡 几乎是 98%的死亡率 那后来是您把他带回国的吗 是 给那儿值了 将近两个月多一点吧 又是他能维持生命的 就带着棺子 带着西弹器 飞机票还是买的一栋仓 因为位置大 就给他带回来 带回来直接到郑州 下飞机就直接送到SU了 当时您面临的选择是什么 您要陪这个孩子 我要 我要不去解除就是 他就完了 什么啥都没有想过 你管想出什么礼仪的 老里八糟的事 我没想过 就扎相片 相片叫他抛起来 您就开始照顾方继维了 对 从国外一直到现在 没理过神 整天都是这样的 08年到现在 您一直在照顾方继维 对 您也会帮助他 做一些康复的 恢复的治疗吗 像康复这一段 身体上的方面 都是医生做的 我现在人物就是 大相本 给他绞星 就他那时候 还没有什么意识 对 都没意识 都没意识 就是我知道他喜欢唱歌 我就买了一架微戏机 放到了电视机底下 给他买点等力 他喜欢唱了等力 就卖着广板 现在家里还有鸡螺子 见天给他放 生意很大的放 没事给他聊天 我俩谁叫都是透灯灯 透盯了透谁叫的 您这样照顾他多长时间 他才开始有意识 他还能知道认识您是谁呢 应该将近两年 两年 差不多两年 就这样慢慢慢慢 一段时间的就 眼都回动 听不错 感觉有效果 就继续继续来 这个过程一般 普通人是很难理解的 因为我们知道 照顾一个病人 首先就很考验 家人的耐心 但是当时方济伟的情况 他是中度昏迷 植物人的状态 其实还要 不仅考验的是 家人的耐心 还要考验 家人的毅力 信心 因为谁也说不准 因为据说 好像这个 植物人的状态 如果在 在一个星期之内 不能苏醒的话 后续苏醒的可能性 就很小很小 所以我相信 正是在这个 朱叔叔的 精心的照料之下 所以这两年之后 出现了奇迹 还记得方济伟 苏醒的那一天吗 用酒都摸不掉 一直在脑子里急着 有一天那一天 我跟他弄个班 往他的天头一格 切点苹果料 压前扎着吃 寄他 吃一会儿 你吃不吃 你不吃我吃 寄他 那一天突然 突然买了个套子 回去的时候 他手太紧抓了 那时候那心情 特别好特别好 确实确实 那时候很高兴 所以他终于有反应 对 那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 当他真的能够 开口说话 他肯定认识您 认识您的女儿 知道这是他的妻子 不不不 他谁都不认识 到会说话的时候 还不认识吗 对 一切都忘完了 会有人对您 这样照顾他 不理解吗 多了 好多人都不理解 只有我一个人 理解我自己 连我的家属 他妈都不理解我 很多人都不会理解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一个生命 是多么主轨 要不是房机 为了一刹那间 打那个方杨曼 或者女儿也没有了 所以说朱叔叔 是一个比较懂得 感恩的人 所以你时刻记得 眼前的这个孩子 是你女儿的救命人 所以无论怎样 你要把他带回国 是 你要替他的爸爸妈妈 来照顾他 对对 所以事实证明 方继维也很努力 他也创造了奇迹 用他的恢复来回报了您 现在他恢复得怎么样 可以 说话 表达弄理 思维 都是基本正常 就是 就是翻译特别满 翻译有点满 其实这个整个故事 我看到一个点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 挺心疼 挺心痛 就是这个方继维 苏醒之后 随着自己慢慢地康复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不是自己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是他的太太 是 而且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他思维比较正常的时候 他就是 我说了一个事就是 爸呀 你得想法叫小瑞干俩 去办离婚手续 那是你们说我不管 他说你要不管 我就什么都不干了 因为 你看我也就这样了 你将来以后 我也不能耽误小瑞 他后半生嘛 你要现在不去办 我就不训练 要不 我就跳楼 后来也没办法 他也一直跟 玩这丫头 他俩跟他说这事 就这样 他们两个就办了离婚手续 所以我觉得 坐在台下这个 小伙方继维 真的是 很伟大的一个男人 我觉得他真的是 他为了心爱的女人 他可以牺牲一切 牺牲自己 牺牲自己的幸福 为了成全别人 当然我觉得台上的 爸爸的角色 也是一个好样子 因为 毕竟也没有血缘的关系 然后我现在 冒着所有人的质疑 然后把方继维 从黑暗中 带回这个世界 今天方继维也来了 咱们不说吗 我知道方继维爱唱歌 请您上舞台 掌声有请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其实方继维现在 已经可以站起来了 要不然我们掌声 欢迎一下好不好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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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大家说几句吗 我叫方继维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叫方继维 爸 谢谢 爸 谢谢 好了 好了 加油 下一个 这真的了不起 这真的了不起 来 这样 对 我们还是坐着聊 休息一会儿 我还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那是你最爱的一个女人 你为了她可以 第一时间放弃你的生命 你把车厢又转 把自己暴露在最危险的位置 为什么当你醒了的时候 你愿意放弃这段感情 你愿意放弃这段感情 不要 不要拖累她 对 放手 放手吧 你觉得你这么做直到吗 没事 没事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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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话又让我们想起来 我们每个人在婚礼现场 对自己另一半的承诺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汗子 我们相信奇迹 期待你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好吗 我觉得好人又好抱 加油 方继维 我们给他加油好不好 接下来你最爱的 你现在的爸爸 唱首歌给你听 好吗 给他加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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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好你 加油 谢谢 我看好你 我看好你 谢谢 我看好你 谢谢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花儿离不开洋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部落的太阳 大海航行靠多少 万物生长靠太阳 鱼路自然和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鱼儿离不开洋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部落的太阳 毛泽东思想是部落的太阳 谢谢祝叔叔的演唱 有请许明 开始我们这一轮投票 首先有请耿维华 朱凤奇大哥呢 我觉得这样一个故事 包括方继伟在舞台上那种展示 这么快的时间内 在您的精心地呵护下 能有得到这样一个恢复 您很了不起 我想呢 您不仅是演唱更重要的是 把您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我想这就注意了 抱歉 我还要把反对票扣给您 朱大哥你好 我想今天你来演唱 也不是全部是为你自己 主要还是为了孩子 为了他们的心愿 你站在这里 而且你的这样的经历 真的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佩服你 你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当然从音乐方面 今天有可能和徐明 有可能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反对票 有可能还依然要投给你 但是祝福方继伟能够早日的 完全地康复 也希望朱大哥身体健康 一切顺利 开心 继续加油 朱大哥你好 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觉得今天你之所以选择 这样的作品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我想可能现在您也是 你们家的这个舵手 是你们家的主心骨 我觉得您的肩上的担子 是很重的 这一轮呢 我要支持一下朱大哥 可以吗 徐明 好 徐明 抱歉了 朱大哥您好 您的善良和担当 让我非常感动 看到您这份浓浓的父爱 特别让我们就觉得 怎么说呢 特别敬佩您 向您致敬 但是呢 跟刚才徐明的演唱 我觉得徐明的这个作品啊 更大 更完整 所以呢 抱歉 我把反对票投给您 但是我希望您健康 也希望您的女婿早日康复 越来越好 越战越有 抱歉 在这里祝贺徐明 手泪成功 再次感谢朱叔叔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的 这样的一段感动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感动 同样也很扎心 您是一个伟大的人 重感情的人 台下的方继伟 更是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男子汉 祝福你们 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加油 本栏目由不止保鲜 更能养现的荣生冰箱 独家冠名播出 荣生冰箱质量保证 如果你能够拿走那支银化筒 您将会获得价值 两万元的奖金 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五号选手 李莎莎 你好 桑桑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叫Lisa 中文名字李莎莎 我是28岁 来自布克兰 当时 现在我是一个 重庆的媳妇 欢迎大家来到 重庆最火锅 还有一点 重庆的美丽 长得很乖 太厉害了 这来中国才几年啊 说话都有火锅味了 来中国已经五年了 来中国五年了 那是为了爱情啊 对 我结了婚四年了 我们两个 我和我老公 都是同时工作在一个公司 然后八年在一起了过后 我就结了婚 那个台下那是老公是吧 对 帅哥啊 是被他的外貌做吸引吗 不是 这是真的帅 其实我老公有很多才艺 他也会唱歌 也会跳舞 也会弹吉他 他是一个运动的人 他喜欢棋子球 花雪 冲篮 还有很多 而且他对我来说 他是浪漫的人 浪漫的人 比如说我们认识的时候 他千千都要送小的礼物给我 带我出去看重庆的风景 吃好吃的 然后求婚的时候 他做了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给你一个惊喜 非常大的惊喜 我跟我的中国的朋友 去看电影 在电影园 然后我们知道了 电影已经开始了 然后五分钟过后 在屏幕上面 电影突然就听了 然后就开始了放我们的照片 然后我的乌克兰的家人 和朋友的视频 然后他出来了 送话给我了 就交了他 嫁给他 你太懂得浪漫了 那当时你感动似了 好感动 非常感动 非常开心 真的 所以当时那一刻 就决定要嫁给他 一定要嫁给他 中国男孩子比较好一点 他们比较理解女孩子 没错 我们中国男人 还有一大优点 听媳妇的话 对 他听话 听话 是一个妻妻的人 那你现在在家 是不是啥也不干呢 不 我其实不喜欢做饭 但是我会给他做 而且我 自己学习了怎么做 中国菜 中国菜你会做什么 这是普通的炒菜 而且雅子汤 鸡汤都会做 中国啊 这个结婚 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中国结婚是两个家族 在一起 对吧 所以这个家庭关系 要相处得很好 是的 你有没有遇到这个 婆媳上面的这些难题 和他的父母 我们的关系非常好 但是有时候 发生有些矛盾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 乌克兰旅游 然后他的妈妈 开始了给他 洗他的衣服 袜子 就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给妈妈说了 妈妈你不应该做这样 他也不是孩子 他应该自己做这些 然后妈妈生气了 没懂 为什么我这样说了 我给我儿子洗东西 还用泥管 就是在你们的理解里面 就是结了婚 这些事情能自己做 一定要自己做 对 不要让妈妈 我也不会给他洗他的袜子 他自己应该做这些 那你要这么说 你娶乌克兰媳妇 我们也不是很羡慕 那和家庭相处 会不会因为东西花文化 习惯不一样 又闹出很多笑话呢 对 特别是高校的一个事情 我们外国人 说哈喽的时候 见面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拥抱 亲亲亲一个 对吧 然后我们的父母 非常不习惯 我们一次看见他们 妈妈还好 妈妈可以拥抱我 请我 但是爸爸要跑 他害怕我 他就不在了 他看我 我来了 他就不在了 因为他不要 我拥抱他 请他 他太害羞了 所以这个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但你现在生活在中国 你觉得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现在中国是成为了我的国家 中国是非常安全的国家 很快发展在中国 比其他的国家 真棒 真棒 谢谢咱们中国媳妇 听我们中国介绍 给全世界的朋友 那接下来舞台留给莎莎 好吧 谢谢大家 孤独自游到地 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事 沉默的沉默在山海里 周而复失 结局还是失去你 我被爱抗出众生孤寂 不放手 不放手 笔下活不忘的缘 心肩肩肤满的缘 是你 为爱抗出众生孤寂 剪不过 逃不过 每朵截不开的结 命中截不开的结 是你 是你 那 我是 军医 谢谢莎莎的演唱 有请二位来到我们的挑战区 最后一轮投票 首先有请 方秋 今天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往这一站 真的唱得也好 生活也幸福 过得也甜蜜 怎么那么好呢 真让人羡慕 但是说到这个投票 徐明啊 姐真的就是想感慨一句啊 虽然现在莎莎是重庆媳妇 但作为一个外国人 人家能把对于她来说的那样的外国歌唱这么好 反正姐唱外国歌是唱不了那样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真的很难很难 她唱得真的非常好 所以不好意思了徐明 姐把反对票投给你了 虽然你那个拯救也唱得非常好 抱歉 莎莎你好 我觉得你的发音啊 吐字啊 语言啊都非常棒 完全听不出一个外国人在唱中国歌 而且你这首歌也是非常棒的 为你点赞 所以非常抱歉 徐明 你碰到了非常强劲的对手 我把反对票投给你抱歉 在这一轮真的是强强对决了 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实力的 演唱功底都非常的强 而且演唱的作品都不小 而且都是属于那个高音特别漂亮的 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这一票的反对票我投给莎莎 因为刚才徐明的拯救这首歌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棒 非常的完整 好吗 投给你 真的是两位实力相当 莎莎也唱得很好 这首歌曲的确实是一首 不是很容易唱的一首歌曲 而且你处理得很好 真是很犹豫 徐明今天也唱得很好 徐明他的拯救 这首歌曲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而且他今天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莎莎不好意思 我要把反对票分给你 希望你今后越唱越好 有请耿老师 你们二位真的是唱得太好 各有特色 各是各的风格 但是如果说从我内心的感受 更深于层次的话 我觉得是莎莎 所以我把反对票托给徐明 结果出来了 今晚的银话筒的获得者是 李莎莎 今晚的亚军是徐明 非常棒 谢谢 来 有请我们评委葛维华老师 为冠军李莎莎 送上《越战越勇》银话筒奖杯 希望你在中国生死的舞台 祝贺你 谢谢葛老师 谢谢我们的各位评委 也祝福莎莎 希望这支银话筒 给你带来更多的动力 也希望你继续唱中国歌《越战越勇》 当然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也像莎莎一样 站上我们的舞台 证明自己 赶紧通过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越战越勇》的舞台 期待你的挑战 再次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谢谢我们的五位评委 这里是《越战越勇》 魏梦畅响 挑战无处不在 魏梦 《越战越勇》 下周再见